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吃那个 等会儿去带你节个餐啊 带我节个餐 走到这个豆花泡沫门口了 一看 家里有事休息两天 吃不上了 怎么办 太不巧了 那咱们吃别的早餐吧 吃个胡辣汤吧 要不 那走吧 吃胡辣汤 藤济胡辣汤 走去这家 对 走去这家 不如饼按筋卖的 咱们就够了 够吃吗 买这么点 够了 都吃不了它 我喝这个胡辣汤 大伟喝豆腐脑 没吃到豆花泡沫 喝个豆腐脑也一样 你看 葱油饼怎么样 他就正好知道 嗯 我们要的这个水煎包也上来了 你看小月吃得多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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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胡辣汤 味道还不爽 是那种 河南版的 不是这边的这个奔土的那种 里边还有花生米之类的啊 好像那个水煎包 韭菜馅的 韭菜粉条 好 他这个像锅切一样 水煎包底下有点鲜的 陕西这边人 比较喜欢吃水煎包 他里还放黄沙菜了 里面就是豆皮 肉碗 里面用的比较重的胡椒粉的调料 就是那种 水煎包 出来吃早饭 就是大北厨的那种 比较有味道的饭 麻麻的 放这个豆腐 里面放的它浇油放了醋 这个胡辣汤就是那种新拿味道 韭菜 韭菜 特别想尝尝这里的胡辣汤 我跟小月换过来 我尝尝它的胡辣汤 里面还有那个牛肉末 这一份五块 你看 你看我跟小月的胃口怎么样 五个水煎包 两块钱的葱油饼 都给吃的尴尬接近的 是吧 还是你吃的多 对 我吃的比较多一点 早饭 吃饱喝足 一栋有滋有味的早饭 才十二块五 还不贵啊 大北早晨吃美了 感觉西安这几天 下了几天雨 现在气温一下 好像跟秋天似的了 早晚出来还有点凉 今天早晨 穿了一件新的小夏丰外套 这个紫色 感觉这个颜色还挺美的 这两天正好一批新的 这个秋款女装也到了 我们现在回家拍这个衣服的实穿视频 美美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